歡迎收看香港 我是阿彬 今天要做回來 來討論土地政議 我們看到台南鐵路 這個政策政議 差不多已經九檔的時間 我們看到高通報 今天二一到二三要來拆除 最後是五號雷控制當中 來證明什麼是土地政議 這幾歲要拆除之前 我們看到早晨 下午的時候 這個恐慌就已經來到月了 晚上七點的時候 我們看到十九歲 紅祖董 九點的時候 爆發到激烈的衝突 我們看到七月日 煩點過去 雙風開始來交通 四點的時候 驚風再來鐵路 其實我們看到 這差不多是七八點前的衝突 但是我們說到是三百四十塊 裡面有五號技術來拆除 兩號是我們說不敢的這個部分 二十一這天 同意點高 但是這次是漸發 兩五月以後再來拆除 但是說這尊祖董這個學長 當地效 它是說會堅持高低 因為我們看到二十三號鐵路局 就要來拆除 這個行政是沒有改變 所以我們看到七月日日的時候 還有南天 丹家 要來作動拆除 這個價位 也要收好我們頭部說的 土地政議的尊嚴 我們做回來討論 歡迎南天 丹山 祝福 再來補分 我還要回來啦 我也受傷 真是注目喔 我要回家啊 我也受傷 你在幹嘛 我要回家 一日後我要回家 一日後我要回家 南天地學校有討好 有從雙方到達給警方報告 你想要進去家裡都沒辦法 在土地有過你越宰氣到二十三 要強制拆除拆拆拆拆 出幾個月二十六九點 先到五個休眠 讓董事在城隍外面 跟警方發生聖佛 我們告訴他們違反刑法三百零四條 他們仍然堅持在那邊這樣子做 所以接下來我們會對警察單位 包含市政府 中公署 還有個別的警察 在這邊個人我們都會去舉發 主要會回家還是鼓拆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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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重的處不是完全被拆拆 而且被拆拆的部分要尖高 不尊重 以外有 自由使用 那才是通風的管理 不過現在連自己和朋友都不能出力 替特教實驗共濟罪 警方嚴明顯違反 如果他們一定要進來的話 出實在的話 那按照過去 他們以為的這種不理性的方式 和那種激進的方式的話 那我們要執行這種強災的話 會有非常大的危害 政府交通所說 農土地庇霍高梁 市區議員 民進黨台南市議員李起偉 主持人 各位觀眾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所以我們要邀請到打电話 前面計算邀請我們台南市區 這個北歐里長前任議會議長 各開選 委長你好 各位觀眾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我們也要請教到我們的議長 自己剛才說笑話 這尊是議員 然後 尤其我們說這個自給花村一個人 要怎麼又撞下去呢 老實說 我覺得重點不在人坐人坐 重點是在說這個 死灰堆車 到底是我 所以 總算是跟我一個人 只要死灰堆車在我的手裡 老實說 我也沒在怕 過去九年裡面 經過這樣 風風風雨 當然受到政府的壓力 老百姓撞不住 離開我可以了解 不過 我覺得市府正義還是要收到 是 但其實我們說這個自給花 真的不喜歡對這個替露地下 其實就是說的就是土地這個正義 這個無正義的所在 先跟我們說一下 簡單說就是說 國家如果要用公共建設 一定要盡量用國家自己的土地 不可以像老百姓的土地來用 像今天這個南非當初的這件事 就是本來那裡是鐵樓 簡單的 你就是用鐵樓自己的土地 來做地下法 在四天的時候 因為要有火車在走 所以很簡單 他說本來的價位 他就是在當兵去老百姓作土地 因為是臨時的規模 所以不用說看 所以老百姓收到清牌又少 而且時間之後 土地就行老百姓 這個價位不是我們在黑白說說的 這個價位是那時候的省政府 而且還經歸的環境影響評估 所以是非常安逼的一個價位 所以既然有這種價位 還要把鐵樓刷 在老百姓的家庭 本來的公郵地 沖空去 這個非常明顯 這是不公義的嘛 所以像這個事情 我們當然要把反對到地了 真的要反對到地了 因為我們說過期本地 政府是要把我們照土地而已 這時候是要把我們政收下去 所以我們的心聲 其實很多人 也透過這個媒體 我們早就看到這個衝突 跟這個驚訪的衝突是很多 不過我們看到這個七月二三 這個鐵樓局本地的暗算 再來聽到我們說的這個丹火長 引導的這個處 其實我們還有另外這個行動 不過我們也要再來請教 我們台南市這個北區理長 連議會這個丹火長 這個 理長你好 理長 幫你請教 剛才我們聽到 火長的說過 他們沒有反對我們鐵樓的這個地下法 但是我們說的就是一個土地的政議 不過我們說一般這個民眾 也是看說其實台南市 要一個發展在山市裡面 就是說要 可能要這個地下法以後 我們的路 用路可以比較理辨 你們的心聲是什麼 鐵樓我們都很贊成 這個我們臺南市的希望 我們希望說市政府 經過三個市長 康點財市長 多錢的市長 防衛市長 希望可以給八千 有一個岩基隆的地方 既然你五湖還是幾湖 你來岩大好寫 讓他們可以好好來擲 像這個 以前要開始 聽這些房子的時候 就開始過六八湖的時候 要聽的時候 你看就開始擦擦擦 現在就讓八千 可以有一個好的交代 民進說市政府要做生贏 是 將贏 將贏 讓我們裡面有一個可以住在 住在家的地方 不能經常跟我們八千 這樣空間 這樣是不好啦 你還要給警察台南 在這裡 跟大家QQ來 希望辛苦的警察台南 所以大家可以 開這八千 想看看 就能夠八千 要給他簽 很簡單 你就夾給他 他就簽了嘛 對不對 所以本來是QQ在製造的時候 他沒有當義嘛 到大錢的製造的時候 比當當義 但是我們說這個經濟的 這個背租應該是上我一步 其實我們還有這個公共利益的問題 我們先請客長 我們說這個經濟的背租 真的 你不是要投資嗎 當然 我處理的就是 我們九年來我們自己的 不可以說我們要用錢 多少比較算是正義 完全沒有說到這個錢 不過處理的是 九年來 望路上 望路上都 大家說我們空間就是為了錢 我覺得這點是 老實說是最讓人痛苦的 因為呢 我們空間 老實說是為了台灣的公平 台灣的民主 你把他靠一個廟 說我是為了我自己的錢 把我的人家這樣 這點我不能接受 所以老實說 你說我現在空間到現在 是 有很多的部份 也是為了要捍衛我自己的尊嚴 和人家 這件事是比那間房 老實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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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看到了 這尊寸這個五號 其實這尊寸一號的這個部份 其實我們說到 今天二月的時候 冬季點高的還有這個房子 其實我們有精力的一個評論 我們先走來看 因為鐵就叫我二十三號 就要強制的貼住 陳志小 老實說的結尾不便 他也做得最壞的打算 時間回去前一夜 台南鐵路地下發光點 晚點二十一號 早上六點 貼住為了 靠岸路任何的面貼 但是在二十號暗時 因為煩南鐵丹米的團體 是結合來控制 到京方是無法退績的衝突 上方是控制八點之後 最終的 上方是控制八點之後 最終的代表黃春香 也跟鐵就叫籤師董藝師 講話兩位的貼住 不是不能接受 是因為公有地 你沒有用 要來搶民地 這一點我沒有辦法接受 是這樣 還有兩個月 至少今天 沒夢到很難看 台南鐵路地下發演算 原本有三百四十號的裁券 這次到目前為止 只剩一號是一齣半套 若是鐵就叫合成成功 台南鐵路地下發工廳 將會全所處於工廳所需要的土地 雖然說目前 鐵路的工廳暫時落幕 鐵路也說會拿出生意來合成 但是二十三號 要鐵路 翻南鐵丹米的陳志祥寅老廚 是真難說不會放不再去 記者鄉親鳳不知不得 是啦我們說到今天 今天董儀兩號的這個部分 是熟悉的 今天董儀點高 但是我們說 基本就是招逼來簽署 這時候是要招逼去簽名 我們繼續請教授 所以說 我說 我們政府都說 都用董儀這兩年 我個人是沒有董儀 因為我覺得這是導航 OK 我們政府派這麼多警察 去把他的房子包圍起來 把房子包圍起來 說你如果不簽 我家就要幫你聽 要把你追電都要把你抖掉 是 後來收到這個撞海之後 紅蘇書跟名字還簽下去 我們絕對不可以說 這個叫做董儀 我覺得他們也說 我們的社會 可以了解這個事情 其實今天早上 這個高雄也要坐高鐵 下去台南 但是看到這個紅蘇書 這個一簽樓 這個會長的電位就卡來了 是啊 其實我是不知道說 他四點 早上四點多有簽 是 我是一個第一棒的國庭 要去台南 是 後來會長跟他打電話 那時候剛才要告台中 他打電話說他很可能 已經簽下去了 簽下去 他就叫我簽下去 我就說本來票打好 還是要到台南 那時候台中 我就說沒有台中我就先下去 還有台中回到台北 但是看到我們這個部分 就是說二十一 同意點高 這背後的這個意義 還有什麼我們先請會長 就是說我同意點高 但是我共聽是十萬而已 這個兩個月 其實我也是不同意給你聽 老實說那就是同意書 就是說不要現在給我聽 OK 比兩個月後聽 因為 長的狀況就是半月 警察把你圍繞了 是 再過兩點鐘 你如果說不同意 就衰聽 衰聽 那裡面還有他媽媽 九十九歲 老實說他的房子也不經理 因為整個月我為了要拿他空間 說去他們那裡瞬間 你們老是老公 牌照的 很多東西還留在那裡 所以老實說他沒什麼經理 所以面對到這麼大的壓力 我覺得長風 因為黃鱸廚是整個崩潰 在這個總控制 我覺得他為了他們家裡 可以去處理這個 我可以了解 我覺得說 不要發生鼻鼓很重要 OK 我們也看到這個黃鱸廚 這個房子裡還有一個九十九歲 這個媽媽在 所以我們看到他真的硬 但是尾巴不扯的 董事實在簽 但是我們剛才也看到 這個理事長說 一邊是要做開發的大部分 即時開發的 但是我們也說到 有的人是守護自己的工 守護自己的土地正義 作為一個民意代表 這個中方的妹妹 你怎麼去存在 好 剛才我聽到這個丹教授 和時教授這樣說到 其實像我本身身為一個台南市議員 站在關心市政 感到市政的一個角度 這有時候政府 一些公共建設的程序 是 這是我們要更加的一個 嚴謹的一個態度 你說我們的定屬 其實有這個比較不好的地方嗎 也不是說不好的地方 就是說就是要請測 我待會兒會補充到 這 因為這是攸關到人民 這個財產的一個順序 所以我們是要更加的一個嚴謹 不過我問一下 大概跟我們主持人報告 跟大家報告一下 其實像台南市地下法的這個 鐵路地下法的這個案子 其實其實我們是台南 這可以說 很多市民朋友 這長久以來我們很重視 很吉台的一個中大 一個公共的一個工廠 這經過很多市長 這大概的一個背景 我剛剛跟大家報告一下 這最早這是九十八年 這個行政議 那時候就算核定這個 全部的一個工廠 一個風暗 在那九十八年 就已經綜合規劃 就一定都確定核定了 因為但到時候 其實他主要比較強調 就是冬季的一個補分 不過就我要了解 這九十八年的一個核定案 這是經格通報的一個科領 科領就是消耗安全 還有建物的一個拆遷 古蹟的一個保護 市區交通影響 還有跟都市發展 頂頂所有一個賓目 這是算符合公眾利益 最佳的一個方案 當然這過程有經歷過 這個檢察院的一個調查 有行政訴訟 還有各級都市計畫委員會的一個審議 這些多次的一個證實專案 其實沒有動以擴大徵收的一個範圍 所以說那個動以這個 這就是 意思就是說 就是一開始九十八年 這個一個方案 這就是確定就是這種一個作法 這當中到現在也沒有認可的改變 議員說是九十八年 這個二空空九年 但是我們看到就是說 我們要看第二張圖 這張圖有寫到什麼呢 就是說我們看到這個 這個我們說台南火車頭 沿線這個八點二三公里 本地要做這個鐵路 這個鐵路鐵路鐵路 這個工程 其實我們說過期八十四年的時候 就是一九九五年的時候 新婦就拿一個案 一九九六年的時候 高通報告拿一個版本 就是要把這個鐵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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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當時這個施工的時候 這個鐵路當兵 當時的組合 只是說我要照理而已 但是說這個施工 要給這個土地還行給這個基民 但是剛才議員你所說的 這個二空空九年 這個版本 我們也看到說這個鐵路 沒有要 就是不要做這個鐵路的 這個下面 要把他當塞在主體這裡 當兵這裡三百多 就要出就這個土地變政壽 是不是這樣意思呢 沒有不對 而且我要強調的一點就是說 如果我們看公文書 每個公文書都說 這本公文書是什麼公義的 最大公共利益 有的不的 不能歐白相信公文書 應該要去探討 公文書的內容 要去探討 還是不探討 想說九十八年 公文書跟自己說 那好 來比看看 比較簡單 要不要探討 八十四年 或九十六年來比 公文書 如果說理不清楚 九十八年是 經營有一個土地 聽有一個家 所以老百姓 今天才會出來控制 老百姓沒有錢 不會出來控制 好不好 真的 所以這個可能正義 這個我們也請議員來回應 剛才這個部分 你剛才說 有探討他們的求情也好 還是探討他們的報告也好 但是這個事實上 過期可能這個要主求婚 這個省完 或是婚長 就有任務 就說過期這個政府 就是想說 我要幫你做土地而已 這時候要變得當刷 這個土地變成消息 這我想叫我一個了解 就是說這個主頭高位 其實方案 還有這個就是西港的一個 一個港町 港法 這應該是文章都一致的 不然說特別 就是說 要去跟老百姓的政策 這應該是一開始 就文章有一個很完整的 一個確定 是 我們再去請教授 其實我們剛才有請李頂八 來跟我們發言 剛才李頂八說 其實也很清楚 是在庫典材 當市長的時候 那個鐵路是沒有擋痠 剛才我們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我們李頂八說這句 李頂八你剛才有說到 那時候是這個庫典材 做市長的時候 那時候他的成績是什麼 他庫市長的時候 他的承諾是不必須 他要原地開發 原地開發 原地來做開發 所以這段這個政議也在這裡 過去這個市府 就這樣把我做下去 但是我們今天這段政府 換人做之後 我要繼續這樣去做 補充一點趣味的 那段對於沒有當選 變成當選的時候 年輕人做的立法委員 還有岑定輝 立法委員 王政務 議員 他那段是做會來反對 南地當選 他們說 他們看那個教委說 這樣刷下去 這些老百姓就暢體了 所以這事都是對他們話說出來的 不過現在過那幾年 他就騙大家都不知道 他們說什麼話 他就對這些老百姓 這樣吵架 這實在是不對的 政治人物 不能這樣說不行 是 所以我們也看到說 其實這個南地這個政議 我們說從以前那時候生富 八十四年 一九九五年就開始了 一九九六年 這個交通部也提出了一個版本 兩千空九年的時候 剛才這個議員是說 規定的這個版本 其實政議就是直接來本地 這個政府怎麼說 但是後來不算算了 這背景我大概補充一個 九十八年合定 原本的一個價位 就是說一百十一年十二月分 差不多的OK嘛 是 因為一百十三年的六月分 全數的一個完工嘛 就是這個 這個協定的一個綜合規劃 一個報告 我相信這份 是都有一個資料 是啦 我們再來請教李長 李長 你好 剛才我們也看到 或是聽到 我們這三位來賓 對著說過期這個政府的這個 信錄也好 或是說這尊不準算了 自己扶住的這個部分也好 或是說我們這尊 作為一個台南市的市民 對交通來說 真的就像一開始的 會長所說的 他們沒有反對地下法 但是他們買的就是這個土地的正義 對你們來說 你也看到這尊因為沒有地下法 這個信錄交通的問題 這尊台南市的這個部分是怎樣 交通是不是發覺 其實我跟月中已經去公共電視兩座 我們是支持政府 中央政府 遺留地下法 我們是贊成的 我不是反對的 可是OK OK 你贊成的時候 要用什麼保守 來給我們這個組合 有一個尊嚴 要怎麼介意 要怎麼介意 像我們住在賓高道的旁邊 是變賓高道 你看 中央地下法 一個風起來之後 經過賓高道 每天就開車 每天就開車 賓高道 尤其上班的時候 車還要開得很嚴重 這個過渡期 我也知道說 為了要配合政府 大家來過這個過渡期 他現在要做高價 等高價好的時候 看這個車廠會比較順利 所以說政府 剛才說的政策 反反覆覆 希望可以有一個方向 讓我們八成要怎麼走 要怎麼有一個地方 可以讓八成 可以放心聽政府的話 對不對 這樣 所以政府剛才說的是 我知道 他不是為了那錢 要尊嚴 我知道 還有一個政府要怎麼做 OK 感謝立長的建議 就是說我們真的不要這個 政府的建議 不要放棄 放棄 過去我們所做的 或是成立過 真的不能再打擦去 或是整個負負負責 其實我們也看到說 剛才這個南天地下 我們說這個二空一千年 原本十二月就要來完工了 因為這個價位有這個環體 時尊嚴到這個二空一千年三月十五 才來重工 原地暗算也是二空二十二年 來買這個十二月 這是完工了 不過我們也沒有看到說 這個一九九一年開始 我們有這個可行性的這個平股 二空空九年九月時 行政院就是決定說鐵路 動線這個路線 不過我們看到二空一半年 有一個富人人 因為反而南天地下海工廳 會危害到自己的這個主體 住在這個地方 所以來慶幸 所以我們也是看到 比較危害的事情 我們看到最新的就是二三 暗算要開這個 這個鐵圖開完路 這個最重要的這兩項 不過我們也看到 他這順簽到 動議這個點高 另外看到七月二三 就要拿來的 就是我們等會上的這個處 其實我們也有整理到 這個過去 這個歷史上南天 我們說當下這個部分的正義 這個歷史面 我們先走來看 火車一班再過一班 躺在鐵基路邊的基民 原本有望台南市區鐵路地下海 可以當中處都沒有掃陰 拿新年的生活品質 沒想到這個地下海的工廳 並不是在原本的鐵基路的腳趾工 是要在鐵基路的當兵 營收土地 把鐵基路當山 會貼圖四百空一棟的面具 所以鐵路地下海說 受益那麼多 但是我們什麼都沒有 我們反而變成受災符 既空一幾年 基民生日一九火 主張政府作用民地去飲食器 等地下海完工後 接完地中間加工 不過市府火營 原本的鐵路看 沒辦法當時提供 地面鐵路列車運轉 和地下坊空的時間空間 鐵基路當山是唯一的風暗 上海已經沒有共識 在這個南海發生很多次衝突 再次發生老火事件 我也想要不要想標靈打 我希望不要想標靈打 我希望你不要想標靈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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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你幾年 主張國安法官員 因為環保室的環差協領並沒有錯誤 破怪其民擺售 主張火不讓繼續上售 不過當年十二月 主張行進法員要是報回上售 專案定案 非常感謝法官明鏡高選 让整个台南地方争取几十年的重大建设 可以顺利继续进行 如果只求会动员化工丁属违法 又是疑惑传流去会中冰毒 在这名抗计民众让景峰更出会中外面 这次东区的更夸张 他甚至把一些老百姓的问题直接删掉 所以我们在里面还是会主张说 今天的会议其实是违法的 在早晨晨替代表原本要在今天进行状态行动 但是景峰出当中百名经历现状态好 上方博化气力冲突 在今天才去中送特性协议 但是这中央八年的控制 在只存在五个月之旅 在六郎又要共力一行的进行之下 要如何走下去 每次多次继续观察 记者综合报道 真的这个控制已经走到八九重了 其实我们说真的是这个中局之前了吗 这不是我可以决定的 老实说政府如果想要参数掉 我认为应该是没说到困难 怎么说 戳是还好删掉的 因为我认为老实说 我认为人是身亡的人 不可能比警察多了 这有这个就知道了 那问题是你真的要这样做吗 我们这个参数 台南这个参数 如果说是一个唯大的参数 他就不应该建立在这些无辜的老百姓的 贵 贵 贵贵 贵贵中 不行这样做 这样做下去 台南变得一个有座位的生死人 所以雖然政府比较厚嘛 对吧 那多年了 他有什么政策 由他的行政權利 無到四百幾乎 現在像我一個人在反對而已 所以老實說 如果我們要解決是很簡單 但是問題是 他解決這間房子之後 沒辦法解決我的 因為我會繼續 審問中 我會繼續控制 我會繼續跟這些不公布 他的事情又繼續說下去 其實我們看到這個項片裡面 我們也有看到很多這個組合 那時候把這個案子 比作是描力這個大部案 其實我們也看到說 其實這個案子跟大部案 有相反不一樣 大部案 我們是說他是這個區段證書 這個我們說這個 臺南黨體黨策這個部分 他是這個一般證書 其實有這個政策的部分 我們先請教授 幫我們說明一下 我先跟董事長鼓勵一下 不是只有你一個 千萬不能這樣說 我們會和你站在一起 還有很多好朋友 雖然說我們沒有住在台南市 但是我們小法和你一樣 如果說你要堅持 我們絕對會和你站在一起 對 這點我就自己做一個報告 很感興 為什麼要和團隊長人站在一起 我想也要跟大家做一個報告 因為這是他們憲法 基本人權的問題 我願望我們臺灣的社會 我們民眾各位好朋友 我們絕對要有這個觀念 我們看問題的角度 看問題的角度 不要讓政府幫你刷拔的地方 政府長久以來都說這是用錢 我保充金給你這麼多 他們就這樣刷住 他們就不刷 他們就是很貪心的 我們就一句話叫做 頂得好 我們這樣聽一下 都這樣把他刷拔 其實他不是頂得好 這是他的憲法 基本人權的問題 這是我們的憲法十五條 摘三款 生存款 要保重 剛才我們會長 剛才說過 這是他的人格和尊嚴 這是我們大法官 大法官的改稅文 由四百號以來 四百號 七百號九號 七百三十九號 七百四十二號 我剛才說這麼多號 都是大法官 大法官的改稅文 我定義是我們的憲法 意思都說 財産款就是我們的尊嚴款 我們的尊嚴和人格 所以我們現在要拍攝的是 我們憲法所保重的人格 所以說我們絕對要很小心很小心 我告訴大家報告 我在美國六切總共八年 我八年 八年完全沒有一個土地情緒的案件 在我身外環境附近來發生 我所瞭解的土地情緒 都在被扣本來購入 八年 你看我們台灣情緒的案件那麼多 台北現在尊嚴島 跟土耕 航空城 跟新迪 臺資源區二三重埔 一路易下去 我們台灣情緒時間很多 應該我好好的朋友跟我說 他由日本回來 我們的土地差不多 日本的十分之一 十一分之一 但是我們的案件差不多 情緒案件 我們不說副大情緒 只說一般的情緒 我們情緒差不多人的十倍 案件差不多人的十倍 所以你如果算一下 我們每年情緒 只說一般的情緒 差不多日本的一百倍 日本的一百倍 日本的一百倍 各位朋友 我特別跟你說 我們的情緒很多 我們現在 我們已經改毒 改驗了 我們改毒改驗 已經三十三年了 是 我們是不是要恢復到 人民在憲法中間 所補充的那種管理 尤其是憲法第二種 那種管理 應該要恢復到人民的心想 我們現在不做到 還自己補充 我們台灣已經變成 兩人權公約的一個國家 兩人權公約 是 這個國際委員 每四黨會來審查一遍 我們現在已經審查第二遍 第二遍是三黨進行 三黨進行 國會可以去法務部 法務部 他一個網站叫做人權大部行 你去看 這些十個國際委員 他們在三黨進行 怎麼說我們台灣的土地政策 他說我們台灣的土地政策 這麼多 本來審十幾項 十幾點 因為我是委員 我是法務部 真正我去的委員 我把裡面最多的政策 給大家做的報告 本來三十幾點 實在很難看 到要來 濃縮 濃縮之後 到要來也剩八點 八點也是這麼多 都是土地政策 市地政策 土地政策 現在說 他跟我說 這都是嚴重 勤返到 北施到 人民的基本金錢 和我們已經簽署了 兩人權公約 是嚴重抵觸 是 所以說 希望政府三年前 一月二十號的報告 他特別審 政府憲主席 所有的政策中央 都把我暫停 全部停止 全部都把他抵擋起來 自己法律 好好好 好好做一個修正 還有議員說的 你這個定屬 要好好做一個改變 你才能夠繼續進行 我願望 我們全國的民眾 你去法務部 現在大家都會 忙著 人權都不走 你看七十八點 他下七十八點 中間的八點 都是差不多和政策一樣 一月二十號三年前 總統在他們要離開的時候 請他們吃飯 那時候我也是想要請 我跟各位報告 我也是跟他們一樣 進入總統府議樓 還要一起吃飯 那時候我們的總統 蔡英文總統 在現場 跟他們報告 跟他們說 跟他們聲樂 跟你們的結論 意見 我絕對會尊重 跟你們的結論意見 當作我們台灣人權的標準 對辦 不是天花辦 是 這三年前 他講的 我跟大家說 那些新聞也是都有 我在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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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現場 聲樂過 這十個國際委員 說你們的結論意見 我絕對尊重 我絕對會跟他做到台灣的對辦 人權的對辦 不是人權的天花辦 所以這個土地政議的部份 剩英文總統 是有聲樂過 有聲樂過 請教紀元 因為過去我們說 那時候說要聽的時候 是我們看到是 那時候做指定的 這個熱情的副總統 所以那時候 這個事情沒有解決到這時候 對到他這時候是副總統 對民進黨的相對嗎 我想因為這個問題是算 一定確定的一個重大 這個公共工程 當然 剛才我們來賓 討論很多 像我本來看 這比較適合 這個憲法 是保障我們基本的一個 生命 財產頂頂各方面 不過這總是也要繼續 因為這就像我一開始所強調的 這就是一定經過任何的一個 你說檢查的行政訴訟 還是各方面 因為我們法庭的國家 也是有一定的一個定署 都一定算有確定 也是要去進行 當然現在我所了解 剛才有說到 原本我所了解 10年後剩三項 現在又說陳教授 我們有說到 說我們另外一項 好像也同意了 剩陳教授一項 我相信這問題 當然這是要提出政府的未來 這問題要更嚴謹 不過為了這下期 這重大的一個發展 我相信這問題是我們要共同去面對的 下期的發展 但是我們還請教這個會長 下期的發展你沒在顧嗎 當然有啊 我覺得 我最終是生意的發展 不過我們要看清楚 什麼叫做發展 發展我覺得對台南來說 最重要的就是 我們應該要好好利用我們台南的特色 我們文化的主緣 我必須要報告 現在為了南天當年 他們的領利是怕說 要去高樓大廈 那為了現在 當年這領利是 他們封掉的是什麼呢 他們封掉的是一個 稱為台灣 國中央的唐葉的一個股政 股政 那是建政台灣唐葉的啟蒙 這個發源地 那這麼重要的一個政 是 為了這個不必要的東西 看他封掉 封掉就沒了 是 我感覺 這個時候是 我們今天如果要給他 就太清楚 不用太清楚去做 不太清楚的發展 不是發展 那是破壞 太清楚的發展 要照顧到 這個本來的土地的文理 照顧到 本來住在這個土地的人的文化 這樣比較是一個文明的社會 這比較是文明的生日 其實我也同意 我們議員所說 下期的這個發展要照顧到 但是這個文化上還是歷史上 這個基地的這個東西 千萬也不是因為這個開發 就要把北施去 其實我們看到就說 這個南鐵档線 這個地下法 過去我們說台南市政府 那時候是用什麼 交通安全才好 還是說都市要把他提起 這個為理由 堅持要來頂修和貼圖 剛才我問到想的 就是說很多人跟這個苗尼大保安 那時候我們看到大保安 是這個區段的政策 我們說這個台南鐵档線 這個部分是一般的政策 其實這兩個政策 其實有政差有差別 但是我們過去說 本地政府我就想錄你 我幫你借的東西 要幫你借回來 這時候政府是跟你說 我就是錢給你 但是我不能讓你土地 另外去經濟 其實這也不是自救的 這個會長他所願望的 但是我們看到這兩個案子 這差別在哪裡 一般政策和庫大政策 都是土地政策 這是一個重要的觀念 如果是土地政策 就覆蓋到人民 在憲法的管理 所以說絕對要 遵守很嚴格的一個規定 定屬正義 對 定屬正義 這很重要的 一般學術會說有六個要件 剛才主持人也說到六個要件 現在我們台灣差不多 因為政策最多 剛才主持人問的問題 一般政策是最賣的 一般政策是只給你錢 你就要跟它刷 所以我們說這個 南梯當刷就是一般政策 一般政策 最賣的最賣的就是一般政策 副大政策是給你一個機會 不過可以選地 你可以選地 我們現在把副大政策 動作是土地開發的方式 這也很不對 土地開發之後 你本來農地 本來變成建材 你價值得提高 所以說你這裡本來是一百百 現在你養成建材料 差不多三十百到四十百 這樣 就說讓你起家 因為地價比較多 所以我們用這個地來補償你 來補償 兩個差不多是這樣 但是主要的要件 不管是台南這個岩 東梯的岩 鐵路東梯 或是廟律獨佈的岩 都是土地進行 所以說中頂流的 有符合的要件嗎 就是說法律保留 這個功能還有必要性 不然這是講到最少的部分 議員要補充一下 對 剛剛現在在討論 這個政策的部分 一般政策 副大政策 像我們回應一下 剛才到時候說到 因為這些發展的文化 比較受得很重要 不過這我一開始就有講到 這就是說 離空空九年九十八年核定的 就是確定到 這股基的保護 建物的拆遷 小航的安全 多次的發展 市府交通的影響頂頂 都算有賓國下去 這是一個最有利的 方案這樣 接下來就是說 這個政策的部分 苗栗大埔 這是區大政策 他們這是政策 之後未來政府 我們這個處理之後 他們的這個土地 是我們還可以做一些 蘇聯的蘇養 就是可以再建築 或是頂頂各方面 不過我們這次替路地下法的案 這個一般政策 未來所有的一個土地 就是都做 全全公共的一個蘇養 沒有任何蘇聯的一個部分 這點我相信 因為這有不一樣的一個地方 我要這樣補充一下 是啦 就是說這個區大政策 跟一般政策 這個蘇養上這個問題 但是我們剛才一直說 就是說政府你的生活 到底在哪裡 我們繼續請教我們這個教授 對 我們剛才說到 我們的一個社會 要怎麼發展 一個社會要怎麼發展 最重要的 是你的土地價位 是 土地價位裡面 有很多不同的 放到誰的價位 我們叫做部門的價位 經濟 財政 交通 剛才教授和議員都說到 文化 歷史 環保 這些都是 土地價位裡面的一個部門的價位 我們土地價位 或是要把這個 計較小的部門的價位 大家來討論 要不要有一個公式 那就是我們土地 生肆 未來要發展的一個方向 這是很重要的 所以兩個人說我們沒有問題 對 但是重點就是 我們現在的土地價位 其實還要是為了 是在我們台灣概念的時候的一個規定 是 我們的法律不改變 差不多是民國六十二年 我們是民國七十六年 改度價格 但是我們的土地價位 是很主持去用的土地價位 差不多是民國六十六年所定的土地價位 所以所有的款 我們剛才我剛才說的 所有的土地價位的款 完全都市長落掉了 我們有一個土地價位 委員會 差不多十幾人而已 或是向國中央來進步 也是二十幾人 我們都說他是專家 其實都是家位 裡面 委員會裡面差不多一半 都是我們社會裡面的 各個部門 主管機關的一個局長 處定 另外這些學者 轉到誰去 發騙書給他們 這也是市長法的 地方熱心公益人士 那也是騙書也是市長法的 所以我跟大家報告 我們的土地價位 是完全市長落掉的 來到中央 算發騙書 補充發騙書 意思是我們現在 最近監察委員 那個委員在立法委員 打到這樣 大家應該都知道 你看這個政策為什麼 總統拿名 要經過立法委員 當然 但是我們土地價位呢 土地價位委員 有這個定屬 沒有 我市長 決定什麼人 可以做委員 就做委員 像我 沒有一個時候 要拚請 我做土地價位的委員 所以有什麼意思 就是市府市長 這個困力 落掉了 是啦 所以我們這個可能 也是定屬正義 還要去補充 意思就是說 我們甚至要怎麼發展 OK 沒有一個強勢 完全市長說 我要怎麼做 就是怎麼做 我鐵路要怎麼刷 就怎麼刷 褲天宅市長的時候 不用刷 來到熱情地的時候 你就要刷 你如果說一個道理 是 沒有人家 人家 人家 我們台灣人 很重要 一句話 第一餐廳 第二 還不怕 大家記得 第一餐廳 對啊 現在要把人家 要把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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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重要的是 無道理啦 各位 好朋友 從哪兒 單位長 會站出來 跟眾多的朋友 都站出來 大家不千萬 不能想說 他們已經同意 不是 因為這個壓力 太大 其他人 已經導航了 導航 十年來 沒十年 死了一個人去 你知道嗎 沒辦法 那個壓力很大 下一個人去吃藥 你知道嗎 下一個人 滴到什麼盤 什麼盤 淨頭很多 他就放棄了 我沒辦法 這個政府 政府的錢 那麼多 我沒有人家 政府可以換人 政府 每一個人 主辦還可以領薪 單位長 還有很多人 我去控制 我只領什麼人的薪 沒有 自己要出錢 自己要貼 自己要貼 還要貼那麼久 大家總之要了解 那些人 你看 剛才電視看 控制的人 本來這麼多 為什麼一個一個 都不再站出來 所以控制的人 先收的壓力也很大 我們先來看 大家來看 其實這個 浪土地下化 基齊跟環土的意見相同 有什麼 其實我們說基齊 浪土地下化 原本都基齊 但是你定屬正義 你把我做得夠 但是我們也看到 那時候當初 他說支持 南鐵地下化 這個問題 這個鐵基路 就是這個原本加得好了 財前可以減少一百十九個 還可以消毒到 我們說 煙散邊高度跟這個 旁邊交通比較利便 另外我們看環土 這個南鐵地下化 這個無分 就是說不同的這個 情收也好 優先輸用 應該優先輸用 這個公家鐵六丘的這個土地 哪會是來收我們民地 你看我們說到這個 環土價的意見還有什麼 代替建設公司 可能用到這個 當初這個土地開發的這個部分 去得到利益 另外這個部分就是說 情收民地之後 背上這個土地 通常是真的是到過去的 土地的利益差很多 我們看到地市 剛才我們說到這個水圓 另外我們看到 歷史的移植也很多 我們說到本地有三百四十號 所影響的這個貨素 我們看到那時候 還沒開始當天的時候 這個照顧的這個主體就先開始了 但是這個照顧的主體 真的有幫助到這些人 我們也想整理到一張座標 本地我就是演算八點二三公里 這個這個組合 原本離這個市中心 有很多 但是我們看到說 南鐵照顧這個主體 我們看到他二公一半年來完工 二月抽三的時候 就開始有很多祖父來去打 不過這段時間我們看到有三百六十六號 差不多兩百五十五號是 我們說讓安台這些祖父來去買 但是為什麼我去買呢 就是說我受到這個鐵路地下法 都要去用鐵路合法的這個建築物 要在二公一三年三月十二之前 躺在這個主體裡面 這個收益寬人 介紹是多少 主體平均 特別是這個十點五萬 你如果說點面的是十七萬 但是我本地躺市區就躺好 我先去貸款買這些房子 老實說 因為我們都沒有去定期 你老是 不可能去定期 當然就是有本來處於隔壁定期 老實說我們現在了解起來 我的基靈都是不好 非常差 常常看見 孤孤兒回來當菜市買菜 想說會冒那邊 就是因為受到這個 這個土地政策的壓念 就想說政府要有這個機會 要說也是說政府真的有想到 幫你照顧一下 老實說這個房子就是熱情的金主 那時候不讓老闆生 跟他們說會賺 老實說真的有老闆生去用照顧住宅 去轉租 真的有賺 不過問題是 我覺得還是要回來 就是這照顧住宅的目標 應該是要安置這些 本來要躲 放棄掉那些人 他們本來住在市中心 他們熟悉的生活環境 你全部把他幫忙去那邊去 老實說我是覺得非常讚臨 另外我補充一點 不要想說這個安置再多好 我在去年 年底的時候我查出來 就是台南非常多那種粉化爐的庫頭 是 那是有讀的 OK 有非常多粉化爐的庫頭 就是台北安置宅的土地裡面 這是有證據的嗎 這是檢察官都已經起訴了 OK 那些就是黑白天堂的雙人 黑白天堂的雙人 他簽署 他簽字去那個 不好意思 去那個就是驗收 去驗收這些工廠 所以這些土地還在那裡 所以我們也看到說 其實這個我們從這個檔察 這個議題說到 定屬正義政府是不是做得到 今天非常感謝 我們三位來賓 做回來討論 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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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各位